11月17日 林志玲与黑子良品举行设计婚礼 婚礼结束后一家人开心合照 幸福美满 林志玲妈妈无辞美 对女婿赞不绝靠 表示十分满意 还称赞女儿孝顺 女儿林志玲什么嫁妆都不要 最后妈妈把家传的金着字传给林志玲 婚礼仪式完成后 一家人前往打写婚宴 在数千人的祝福声中 一家人乘车离开 林志玲与老公黑子良品 在晚宴现场打写并刻 林志玲换上身微粉嫩羽毛利服 黑子良品换上白色西装 夫妻俩亲切向伟官人打招呼 大方秀恩爱非常甜蜜 林志玲还在婚宴上表示 老公外冷内热 公婆对她也疼爱有加 并感谢所有的祝福 会与老公一起幸福下去 林志玲还表示 在生小孩方面会努力 林志玲与黑子良品的婚宴色彩 也别具巧思 由林志玲爸爸林发男亲自首写菜谱 并分为良辰美景迎娇娘 平安起家如一郎 爱如珍宝其一场 志盈心满普天下 玲珑剔透喝满糖四大类 暗含藏头师良品爱之灵 婚宴共聚十四道菜 以次助餐方式供宾客享用 喜酒有红酒 威士忌 啤酒 日式清酒等 还细心备有节酒饮聘 非常贴心 婚宴结束后还有after party 在领志玲还在良品的婚房 所在的酒店举办 众人将捆换到十二点 真的是玩得很惊心